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蓉,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的话是教大家怎么吃雪莲果 雪莲果的话一般现在的水果店里都有卖 然后它非常便宜 大概,反正不会超过10块钱以内 然后,其实大部分人都吃错雪莲果了 不是直接把它皮削了吃 而是要把外面这层表皮先削一下 然后里面不是有一层白色姜皮吗 那个姜皮的话也要削一遍 先洗一下那个雪莲果 把它的泥洗掉 然后再把它皮削一次 不然的话它上面泥土太多了 就吃起来可以扎 两头的话这边泥土太多了,给它切掉 然后你们看它现在其实是一个就是白色的 其实它里面才是黄色的 你们看清楚它现在这个样子 它长这样子 然后待会我要给你们变魔术了 把它的白色的表皮先切掉 把它的白色的表皮先切掉 它里面才是黄色 这才是它的本体 现在这个季节吃雪莲果还是有点酸的 我还是有点冷的我感觉 就太冷了 然后雪莲果它其实把外面那层白色的皮削掉之后 它是里面其实是很甜的 然后外面那层是微微有点发苦的 如果那个外面那层就没削掉的话 而且还会吃到泥土 所以今天就是教你们如何吃雪莲果的正确方式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 然后帮我点个赞 然后再转发这个视频 感谢你们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